大家早上好 昨天喝了三瓶啤酒过后 回到家里的觉实在是太好睡了 一觉醒来 不过我是六点钟 六点半的时候就醒了一次 醒了一次一段时间还那么早 继续睡吧 睡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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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点钟 哎呀这个喝了酒还是有好处的 今天太阳可好了 嗯真好 给大家看我这个花开的老好了现在 看看是不是挺好的 之前就几朵现在是几乎都开了 从这边看也行是吧 我觉得挺好的 也不知道缺不缺水 好了我赶紧要去上班咯 吃午饭咯 这个是昨天的 那天我弄的这个还有马蹄吧 然后这就是波南的香肠 看着还不错 有点像哈尔滨的红肠 到家了 我们家的掌柜的也回来了 两天出菜看看 这炖的是啥呢 骨头排骨 整天吃肉没办法 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吃这个奶脑就好了 其他的就我不管他了 随便吃一点 中午吃多了 我们家他还在工作呢 忙着要吃 看看我老公就吃这个 他说他中午吃多了 我吃啥呢 我吃这个 虫是从波南带的香肠 中午的时候也吃了 但是跟着不一样 我要尝一尝 看看这个是这样子 你的日果还是看着挺明显的 在这不认识 德国好像没有这种肠 今天呢 视频就到这了 因为刚才我一直在看 就是关于我女儿弄材料的事情 就是说现在这里有封城 那里有封城 那烦死了 我再想想看 让我女儿和我前夫 亲自到沈阳去一趟 给我办材料的这个女的 就是签证的女的跟我讲 她说让我女儿到上海去 你说东北到上海去挺远的 而且你说她上学呢 动不动就被封城了 隔离什么的也不方便 所以呢 我决定不要让她办你了 让她自己 让我前夫带着我女儿 自己去大使馆去办你吧 我们可以在德国给她预约时间 希望一切能好吧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仇心事 咱们明天见吧 拜拜